美国陆军不服 海军、空军算石魔 我才是美国军队老大哥 我让空军炸谁就炸谁 让海军送我到那就到那 一等空军二等海 三等陆军四等陆战队 这本是军迷之先调侃美国陆军的段子 一直以来 美国以以为傲的部队 应该算是他们的海军和空军 也正是如此 很多时候不少人都已经忽略了美国陆军的存在 甚至有不少人都认为 相对于美国海军和空军而言 美国陆军显得太过雷弱 其实不然就目前的配置来看 美国的陆军战斗力也不容小视 这点从他们的武器装备就可以看出来 在枪械配置上 美国陆军一直以来 都要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陆军 并且在一些重武器配置上 美国陆军中只要连几以上的单位都拥有导弹的存在 这无形中再次增强了美国陆军的战斗力 现代化战争不仅较量普通的武器装备 对通讯能力的看重程度显得更高 目前的美国陆军因为有着高度信息化的通讯能力 整体决策实行能力远超其他国家陆军 美军在全球各热点海域部署有大量的海上预制舰 他们具有强大的滚装能力 可及时将重型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输送到位 与远道而来的空运人员结合 很快形成战斗力 大大提高兵力投送的速度 能在十天内向全球任何地区投放两个重装陆战旅 共1.5万人作战部队的全部重装备和30天作战物资 是美军大规模两栖和地面作战的重要支撑 美国海军配套支援的双航母编队 在一周内最多可以打击7000多个地面目标 三艘航母一周内可以打击1万个目标 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恐怖的打击能力 这些都说明美军在进行精心的战争准备